但是呢 你不带学生 你到老了以后啊 你这个学术信息就不流 所以孙悠辉先生这一时期 就是在文革时期写的论文还可以看 可能他老了写的论文 你们就不要看了 因为他那个学术史啊 老停留在那个阶段了 这等于是完全是盲人摸像 带学生有一好处呢 就是你的学生可以把新信息带给你 你看孙悠辉先生其实晚年 他也不可能去看论文什么的 但是他有年轻学生可以不断的告诉他 有什么什么新的文章论文跟他讲讲 所以他能保持着跟这个 对学生界新情况的了解 所以这独角大侠跟那个在学生啊 就各有利弊 可以自己 你看我知道像这个 折腾大学的张颖泉先生 他就不愿意带学 他就说教学人太麻烦 太耽误时间 还不是自己去写 这个现在也有这种 这样的学者 台湾的敦煌学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以文学和字部书为主 字部书就是古籍啊 因为我们大陆的研究 东方学的 以历史学的为多 将来你们如果研究东方学 你们进入学界 你们会发现 你看我 我这儿请的 基本上都是历史学的 这个台湾的是出生文学的多 所以基本上是做文学室 另外呢 台湾的文学室呢 跟我们这个文学室比呢 它要宽 它实际上把文化室 都当作文学室来做的 这个台湾 香港的东方学呢 因为香港的地方 他们有一个说法 叫做文化上的沙漠 所以饶冬仪先生的学生 基本上都去经商了 他带了很多学生 所以饶冬仪先生做东方学 后来他是从大陆请学者 就是请过去做三个月 我也去过 请过很多人 江波琴 相处 荣云江 什么邓宽 老和平 都请过 就是请我们到那儿去 然后弄一个成果 它所谓这个成果来出版 所以现在是 香港做东方学的 我们现在也想不出人来 都去经商了 那个地方不适合做楼学术 但是现在这个昆卷啊 平台啊 在香港很流行 哎 那个 哎 他们说这昆卷是真正的哑巴 好像比京剧还要 但是我是欣赏不了 因为我在那儿 他们拉我参加那个昆卷 还给我送个花几个 我一听就不行 这个 加入不了亚洲化的行李 所以 只好自刊做了 然后国外 国外的东方学在这个 1966至1976期间 在这些时期呢 继续发展 日本 这个 中央文库 那个 西域出土文献 又出土了四眼经 又完成了四眼经济 和文献文献 另外呢 还出版了 这个一批专注和论文 法国呢 在1970年 终于编出了 法旁东方文献 写本没录第一课 所以你说法国的目录 编子多满 1970年 你想他是 1910年就 就拿走了 是吧 你实际上1908年拿走了 但是你就算入库到位 因为两年时间 好家伙用了60年时间 才变成第一次了 他们的干活是 拿下这活 是干个活干 就每天弄两号 就咱们这余小组就讨论 讨论完两号就去吃饭 他们就 就喝中午茶 早晨呢 一上来 这个就晚 九点半才到 十点钟就喝茶 然后差不多又喝中午茶 然后下午 又喝下午茶 就下班了 他们不但是假期多 干活也特精干 那个 像谢和奈 这么抽成果多的人 勤奋的人少 大部分人都是 跑退休 出一本书 完了 最后一个阶段 第五阶段 第五阶段呢 就我们就从这个 实际上就文革结束以后 17年到今天 这一阶段呢 我们如果给一个标题 就叫 孙黄学的迅速发展 这个这一阶段的起始 说法不一样 有人说是应该是 1976 四人帮被打倒 四人帮你们知道是这个吧 知道不知道 说说 谁呀 我看他说的也比较吃力 现在都居然要当历史来学了 打倒四人帮是1976年 1977年呢 是恢复高考 就是 就等于是 1978年呢 是三中强会 所以这几个时间 其实哪个都有哪个的道理 反正我取了一个1977 因为等于是恢复恢复大学 因为我们大学停了十年 你说这真是难以想象 是不是 大学不招商吗 然后呢 会写猫一万岁 就可以到大学生 十年动力结束以后 五国大陆的多号研究呢 不仅在许多领域 那个时候考大学 是几百个人取一个 你先爱 那全是精英 所以你看那会儿的大学生 对学校的认同感很差的 对级的认同感很强 就说不说是 我是北大 我很骄傲什么 没这个想法 就是你是哪级的 就是我们是77级的 哎呀 马上很亲手 我们是七八级的 很亲手 我们是79级的 很亲手 学校敢淡化 因为都是精英 现在这学校的牌子 你看看 这都重要了 是不是 就是我 我开始招博士的时候 那个时候 对导师的认同感 还超过 对学校的认同感 你看我招了很多 这个所谓名校的学生 你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好像就是 学校认同感第一 是吧 这个导师被淹没在这个学校 学校里 这都是文化衰落的 这个表现 在美国也不是这样 美国也有了很破的大学专业 在全国想当当的 你说是什么什么专业 那我也比 因为你一个考大学 你每个专业都好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 你再 你比如说北大 再差的专业 也是好的 那你没玩意说的 少培养了一代人 研究队伍 存在着严重的青黄木杰 研究队伍成道餐奖 这就是1977年那时候 就是那会儿他们开会 白胡子老头最多 青壮年次之 青年 没有 所以就等于这个 这个三角 倒起来 这跟我们现在的人口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口不也是倒三角 是不是 你们现在都是独生农女的 大部分 真的 这个倒三角 你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 第一项措施 集中人才 进行科研公关 把有限的人才集中起来 第二项措施 抓紧培养人才 当时有好多所大学 当时叫杭州大学 兰州大学 北京大学 还有我们当时我们叫北京师范间 若干所大学 我开始招设研究生 培养人才 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 就包括成立一个研究所 研究室 你看兰州大学 有敦煌学院 另外就还有一个是编杂志 当时这个 兰大编了一个敦煌研究刊 敦煌研究 是这样的编辑的 另外1980年 赵文杰出任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这个1983年 我国正式成立了 中国敦煌研究所学会 这个北京大学的 纪献林教授 丹小王会长 这个赵文杰先生 出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从这个 赵文杰先生当所长以后 他鼓励这个研究人员写文章 以前呢 是就这个 长而红先生 他就自己写 他就让别人临摹壁画 不让他们写了文 因为这个 这个长而红先生是杭州人 他一辈子都是讲杭州话 这个很硬的 他们把我干出来了 就是把他干走了 把他赶走了 反正他们造了一下反 把长先生 但是段先生 其实是 我觉得他还是很 一个是派人出去留学 一个是让人写文章 所以敦煌文物研究所 真正的研究 实际上是从 段先生当所长以后 这个 另外就是这个 中国敦煌图书班学会 这个成立以后 也是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我们的全国 这个民众部登记的 这个所谓一级学会 现在恐怕有上千个 但只有这个学会 是国家博物馆的 这个当时 纪先生他们有 二几个学者 给当时领导人 赵德阳德海 明堂写了一封信 他们批了五百万 你想83年的时候 五百万是个 是个什么概念 估计现在得等 现在五个亿 那会儿钱都值钱 那会儿万元户 万元你就可以当户 现在我估计像你们 要再钱 要家庭抬件好的 攒个万元 估计都不是问题 是吧 这个万元还算户 这个 所以用这钱做了不少事 不过国同 现在有一个 敦煌敦土资料中心 还有兰大有的资料室 都是那会儿 都用这钱捡的 但是实际上 后来也没拨那么多 拨了一步 这个 而且后来还发了一通知 不让学者再给中央领导写信 所以我们这个有幸 就变成唯一一个国家博物馆 的领导人有批示 那批示也给丢了 然后在北大发声盗窃 把我们的资料室给偷了 所以好多珍贵资料 其实网上在拍摆 包括季先生 是谁的会员登记表 什么的 包括季先生写的 张成的那个 我这个说一点 这个当然 这个其实不是偷到 是北大后勤的 他们要收那房子 好像赶不动 他们就 反正就把那房子撬了 撬了以后 所以就把东西都给扔了 扔了以后 他们 但是有好多是学会的档案 都给这个 但是现在学会已经挪到我们 这个 挪到我们学校了 现在就在那个资料室上 有没有挂一个牌子 还没挂 大家留意办事不行 我说在那应该挂一个 学会秘书处的这个牌子 没有 在我们这不会发生这个事 那还得了 那个也是季先生住了住院以后 他们可能北大学在季先生 已经住院了 感觉不到 但是这学会 在这个 动画学发展史上 应该说 很大的这个作用 这个这个学会呢 在这个 这已经快三十年了吧 八三九三零三 对 在这个二十 将近三十年吧 二十八年了 在这个还应该说 对推动这个 东黄陀鲁班学的发展 还做了很多这个工作 另外呢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在一九八四年 敦煌文物研究所 升格为敦煌研究院 这个 下面呢 设石窟保护 石窟考古 石窟美术 和敦煌文献 四个研究所 和音乐舞蹈研究室 展展中心 这个展展中心呢 现在在这个 在某高窟的对面 将来他们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参观的 对这个洞空破坏 破坏太多 然后就 试图让那个参观者 就看那个展览中心 就行了 当然我想肯定不行 是不是 因为人家去 当然不是为了 看展览中心 因为展览 哪都能看 但洞空 就是怎么样 参观和保护 结合起来 这应该还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资料中心 那个 我稍微多说两句 这个敦煌院医院的 实际上现在的 等于是 一院三地 就是他有一部分 是在兰州 这个因为是这个 男女找对象 和这个小孩上学 等等问题 在敦煌那个地方 不是好办 因为你们将来去摩托空 你和敦煌那部分 他的地方很小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这个硕士博士的 在那个地方 很小一个范围内 就有不少女士 是单身的 这个 你看北京单身就没事 在那个地方 你要是单身 好像就容易出 出问题 精神 所以他们开始采用的办法 就是派他们到北京 什么地方去进修 利用进修的机会 来扩大 后来还有小孩上学问题 因为东方那个地方 教育可能也不行 所以这样的话 就把一部分 就是退休以后 就可以到兰州了 或者说有一部门 你看东方研究 电击部 现在也在兰州 现在大部分研究人员 其实都在兰州 但是有一部分研究洞窟的 那没办法 还得在墨高窟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就等于是 兰州这儿是一个地 有一部分人 然后东方市有一部分人 然后在那个山上 就是我们就说山上 就是墨高窟 有一部分人 所以他这个医院三地 大概院长一般都在 都在墨高窟 这个现在也是 就是这个反景师院长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 都在墨高窟 所以他下面有这么多机构 现在这个应该是 世界上最大的 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实体 其他单位都没有这么多 但是敦煌研究院 应该说它的中心是敦煌石窟艺术 从一开始也是如此 当然它石窟艺术 它包括石窟保护 石窟考古 石窟美术 这么几个部门 而且它现在是石窟保护这一部分 现在最突出 因为我们东方研究院这个石窟保护 不仅能保护它们自己 还包括国内的一些 乡类的石窟的保护 都请它们参加 甚至于现在国外的一些壁画的保护 都请它们来帮助进行 因为它们现在有很多 包括你看这壁画得病以后 给壁画打枝 这些手段现在都是比较先进的 应该说水分比较高 这个是东航研究院院长 赵宅先生 赵宅先生现在九十多岁了 这个还健在 你看木高窟那个地方 早年应该还说还有核辐射 那个地方你看一年一百多天刮大风 但那边待起来还长寿 长寿宏先生是活了九十多岁 这个赵宅先生现在已经 也九十多现在已经 反正不大认人了 这个长寿宏先生晚间也是 也是不认人 这个季先生曾经多次举过这例子 就是说每次见着长寿宏先生 长寿宏先生都问 您是谁啊 这个您是 就是他 这叫什么老年 这个可能没到吃摘那个程度 或者说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但是人是大概是 现在段先生说也是 这个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样能活九十多 我觉得还是很令人羡慕 这种地方 是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 。 谢谢观看